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币会继续贬值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中国不会用人民币贬值来提高出口或搞一场货币战争 只要有比较充分的就业与GDP同步增长的居民收入 和不断改善的环境 这样的发展速度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参加此次论坛的多位外国经济人士 纷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发表了看法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克劳斯·施瓦布表示 我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乐观派 而且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尽力 我希望看到火车连通中国和欧洲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理查·莱塞表示 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时 需要适应更慢速的GDP增长率 理查·莱斯在谈及中国股市时提到 中国股市只占GDP的40% 而美国股市市值是其GDP的120% 因此中国股市的恐慌被过分扩大 虽然没有人知道股市何时会稳定下来 但只要政府致力于创建稳固的平台 容忍更多的不确定性 鼓励更多资本流向最佳的创业点子和中小型企业 那么他们就会在未来更具有全球竞争力 摩根大通亚太区主管金·乌尔里克表示 中国股市有自己的特点 它只有24岁 依然属于新兴市场 它认为中国股市在今年余下的时间 必定会表现出稳定的迹象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